一天一晤 人生原本就是复杂的 昨天还很快乐 今天可能就悲从中来 早上令你开心的事 到了下午却变成令你后悔的事 去年快乐的事 今年却让你哭了 诸如此类 不胜没举 这边碰壁 那边跌倒 人生就是复杂的事 就是这样的玄环 人生是由各种烦恼组成的 得意忘形的时候 容易对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 你看到别人顺风顺水 忙忙碌碌 心里就会发生某些转变 开始有点嫉妒 甚至讨厌自己 而让自己越来越偏激 心生怨毒 这些状况 都是因为 不能认清自己的真实内在 在别人看来 你做了什么 是什么状态 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我们常说旁观者情 其实以上情况 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旁人看来是幸福的你 自己却未必能够意识到 当你听到别人感叹 你真幸福啊 你可能会很意外 我幸福吗 无论是别人眼中的幸福 还是你亲身体验到的幸福 幸福与否都有你自己决定 只要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 在做什么 有哪些问题 就能跳出烦恼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幸福不是拥有什么 关键 你要认得出它 在一个家庭当中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价值观 放眼世界 价值观更是多种多样 有的价值观自己认同 有的价值观自己不认同 有的价值观根本没有听过 有的价值观甚至令人 感到非常生气 虽然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不一定做得到每次都游刃有余的 应对不同的价值观 比较难应对的是 跟自己的价值观是相反的 往往会扰乱我们内心的平静 自己艰辛的价值观 等同于信仰差不多一样 其实保持一颗平常心是最重要的 可能有的人觉得 人生短暂 顺其自然的过日子 这种想法并不可取 人生分出胜负才有意思 还有的人只追求快乐 得过且过 其实在表明自己的价值观之前 先试着理解别人 比如我们会说 哦 原来还有这样的想法 以表示理解对方 比起强调自己的价值观 更注重内心的平静 然而人们容易把理解 看作是同意 有的人会说 如果你理解我的话 为什么你不按照我的话去做呢 实际上理解跟同意 并不是一件事 理解就告诉对方 哦 原来还有这样的想法 以这样的态度 来面对日常生活当中 出现的不同价值观 可能你就能够轻松面对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做事的方式 方法跟原则 有的人 衣柜最上面的抽屉放什么 第二层放什么 都有他自己的规划 晚饭时要先喝啤酒 也有人把它当作自己的原则 自己所按照的方式 是现在依然得心应手 而且觉得可靠的 至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出现过什么太大问题 因此我比较放心 用这样的自己的方法 有时甚至觉得 这种方法是最好的 其实 自己的方式 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只是由于生长环境 经验不一样 采取的方式 规则也不一样 普通公司的员工 跟公务员做事的方法不一样 经验丰富的上司 跟新员工 做同一件事情 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有的人的作用名是 今天的事不要放到明天去做 有的人则是 今天不去做明天的事 婆媳争吵 夫妻吵架 都是因为生活方式 不一样引起的 自己的方式使用的时候 非常的顺 一旦你强加给做事方式 不一样的人 就会容易产生摩擦 所以 早发生摩擦是好事 是很自然的 没有必要因为担心 引起矛盾而一直忍 开始就各自主张自己的方式 然后为了事情顺利进行下去 慢慢地互相磨合就好 你是这么想的 我是那样想的 我们一起想想 哪一方面可以相互妥协 如果觉得你的方式好 就按照你的方式去做 记得 不要把自己的方式 强加给别人 我们试着要用笑容 寻找各自都能接受的 处事方式来生活 一天一晤